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更忙 上次跟大家说过 百人会的事情现在又是告诉大家 小孩子们学中文是多么的重要 还有您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 对 所以这个我是 可是觉得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文 学习中文 在我们这个Palisbury School District 我们现在大概有1500个小孩子在学中文 并不是讲是大部分的都是美国人 并不是中国人 中国小孩子也有 可是大部分的还是美国小孩子 这多难得啊 1500多个小孩 好像听起来说这个数目不小 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 大多数是中文 我们说在中国大概有多少亿的孩子们 天天在学英文 对 这里美国现在刚刚开始来学中文 可是呢 就是洛杉矶的那个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今年9月就开始有开中文班了 洛杉矶联合学区 联合学区 对 可是呢 他们是从中国请来的四个老师 到这里来 是华人的吗 华人的 从中国请来 从中国请来的 汉班请来的 这个当然学中文 在美国学中文有两个大困难 一个就是老师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谈到过 就是讲这个 怎么使小孩子有兴趣来学 你大人 动机是什么 你大人 我们小孩子要学中文 可是到了学校里面 这个你到像我们PV School District 你这个小孩子自己要去sign up 讲我要学中文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大人讲你要学中文学中文 你小孩子自己要去学 要去sign up 像我们这个在Palaceville School District 就是一定要有20个小孩子sign up 你才能开班 你明白吗 所以在洛杉矶 我想在School District 我们就想到也可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讲 他那些父母亲讲 学中文学中文 可是你小孩子自己要不要学中文 虽然家长也都说 学中文多么的重要 就是关系到你未来的前途 可是小孩现在是不会有任何体会 体会到未来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学中文有两方面 一个是文化方面 一个是商业方面 这个也变成了一个因素 文化方面你要两个文化 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 你要了解那个文化 最重要就是从语言上面开始 这个是一个基础 那另外一方面讲 你是商业方面的一些因素 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交流这么多 所以对这方面的人才的需要 是很大很大的 我们百人会在纽约开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mentoring session 好多那个Columbia University的MBA 都跑到来 要学习一下中国的情形 他们也希望能够学一些中文 所以在文化方面跟商业方面 两个方面都需要 这个语言的天才 特别是中文 因为在美国学中文的小孩子太少了 小孩子太少 而且学起来也是蛮困难的 关于用什么教材 到底是学拼音 学注音符号 小孩子总是有很多的困扰 可是我们在PVFinal 这个越年轻越好 是啊 我们一年级 二年级的学生 学成了 用学拼音 快得不得了 七岁以前开始学得更好 对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挑战 不光是给老师 还有像你们 就是说这些 作为教育工作者 包括像现在 就是说很多家长 也是头痛的事情 怎么样鼓励小孩子 好好去学中文 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那么等一下 下面还有三个单元 我们就是要请两位老外 他们中文都讲得非常好 一位是我们台的副台长 Erik Olander Orik 另外一位是在中国的超级明星 Andrew Wallen 大龙跟我们大家谈 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它是多么的重要 非常谢谢Charlie 待会儿见